这是一起号称陕西最凶残最难破的刑事案件 二十多岁的亲姐妹在家被人无情杀害 期间更是受到几个小时的非人折磨 最后连五岁孩子都没幸免于难 她的脖子上一刀很深的刀口 地上一个很大的血泊 精力精美完全力的血全部流到地上 她的脸两只眼睛是睁着 看着她的一双眼睛的手 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 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警方一开始最怀疑的人正是凶手 可由于没证据 等了13年才把凶手缉纳归案 时间2005年下半年的一天 地点陕西省兴平市 一大早当地公安局就接到报警 在辖区内的一个小区发生了命案 第一时间 刑侦技术人员来到了案发现场 经过技术人员的前期勘察 发现有两名女性死在了我室里 手脚还被尼龙绳捆绑着 两人都是被锐气一刀致命 案发现场血流程和 通过对现场留下的脱拽痕迹分析 技术人员判定其中一个死者 是被人杀害后 拖到了另外一个死者所在的我室里 在对其他房间进行勘察时 一个让人更加触目惊心的画面显现出来 一个小女孩也被杀害 当时她的眼睛还睁着她 很明显 这是一起凶残的杀人案件 第一现场就是尸体发现的地方 根据调查 两名成年死者是亲姐妹 姓杨 年龄在26岁左右 生前在一家幼儿园当幼逝 而其中死亡的小女孩 正是其姐姐的孩子 今年才5岁 这样的杀人案在星平市 是从未发生过的 现场民警对凶手感到无比愤恨 同时也按下决心 要把这些杀人凶手早点揪出来 让死者明目 让群众安心 警方兵分多路 一路对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来确定该案件的性质 一路对现场做更细致的勘查 据了解 两名成年死者是在同一家幼儿园上班 晚上5点多 姐姐首先去幼儿园接自己的孩子回了家 其妹妹是晚上6点回到的家 由于两人第二天没有去上班 单位才选择了报警 平时两人也是为人善良 作风正派 没有仇家 身边的异性更是少之甚少 警方很快就排除了情杀的可能 那会不会是阴才呢 很快 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传回信息 案发现场有大面积的翻动痕迹 房内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已经不在了 就连死者的手机都被拿走了 虽然死者是幼儿子 平时工资很低 但其丈夫常年在外工作 每个月的收入在10万左右 有了这些信息 警方初步把案件定性为被裁杀人 随着技术人员更为细致的勘查后 他们在地面发现了三种血足迹 一种是皮鞋 一种是手工切割的不行 一种是千层底部鞋 经过对死者家属的询问 警方判定这三种鞋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而且是三名男性 同时 技术人员还在墙上发现了一枚清晰的鞋指纹 以及在卧室发现了白手套和尼龙声 而那枚指纹将成为抓获凶手最关键的证据 在对案发现场的门窗进行检查后发现 其门窗完好无私 这说明嫌疑人是和平进入房间的 警方提出了两个猜测 第一 嫌疑人是尾随进入 第二 熟人敲门进入 2005年 兴平市还没有安装监控探头 案发前后是谁进入案发现场 警方根本无从知晓 要想破此案 就只能从案发现场出发 看能不能在那里找到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之前警方提取到三种不同类型的足迹 以及一枚鞋指纹 通过技术人员对手工切割的布鞋足迹进行分析后可得 所穿之鞋的人应该在30岁左右 身高1米7左右 体态重的 可在当地 这种鞋子极为常见 一般30岁左右的劳动者都会穿这个 然而用绳子捆绑死者的方法在当地也是很常见 一般贩卖省口 当地人都是用那种绑法 农村人基本都会 这些线索只能判定出嫌疑人生活条件不好 平时爱穿不鞋 擅长绑绳子 可当地几百万人中 谁才是那三名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 此时的他们又藏在哪呢 在得知家里发生如此大的变故 死者杨姐姐的丈夫从外地回来了 家属们悲痛欲绝的心情 警方也是感同身受 尽早破案的决心时刻驱动着他们 在排除一个又一个的线索后 警方发现杨姐姐的手机在市区某地关了机 这说明嫌疑人很有可能在这一区域落脚 甚至此时就在那里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 这里有三个乡镇 二十多个村庄 符合之前警方刻画的嫌疑人特征的都有几千人 只要有一丝破案希望 警方也不会放弃 将所有可疑人找到后 警方面对面交流沟通 同时了解他们案发时间的活动轨迹 很快一个名叫郭某的人进入警方视线中 郭某32岁 身高一米六八 身体强壮 平时靠在案发现场卖一些水果卫生 他是一个很喜欢穿不鞋的人 郭某他对猪环套这种捆法 他特别熟悉 随后警方还了解到 郭某的妻子是死者一家的亲戚 对他们一家也是极为熟悉 同时郭某之前因盗窃被处理过 有了这些信息后 警方把郭某带回了派出所 打算请他免费喝喝茶 在与警方的交谈中 郭某不慌不忙 所有问题对大如流 当警方问他在案发时间的活动轨迹时 他也说自己在工地干活 其中工友可以帮他作证 通过对其工友了解后 郭某那天的确在工地干活 但晚上什么时候离开的就记不清了 显然郭某是具有作案时间的 而且郭某一家四口 加上被处理过 生活比较拮据 也具有作案动机 警方加大了喝茶量 同时还叫上了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一起谈话 交流中 郭某的确没什么嫌疑 但警方还是发现他的鞋子有问题 这明显是一双新鞋 一般在当地 穿这种新鞋都是逢年过节 郭某为何要突然穿新鞋呢 带着这些疑问 警方对郭某的家进行了搜查 但最后却没找到旧鞋 当警方向郭某询问旧鞋的去处时 他也是闪烁其词 答非所问 显然 郭某的嫌疑逐步上升 随即 警方将郭某的指纹 与现场找到的指纹进行比对 遗憾的是 根本没比对上 由于没有实质性证据 即使警方在怀疑郭某 最后也只能把他放了 一条关键性线索就这样断了 案件的侦破又要从头开始了 警方只好继续一步写 白手套 省所为线索 对周边的商店进行走访调查 期间排查了几千人 但每次都是排查无过 转眼间 几个月就过去了 警方的昂扬斗志也快被消磨殆尽 就在此时 外围侦察员传回一条信息 在案发时 有三名外地年轻男子来到过本地 案发后离开了这里 难道这是一起流窜作案 得到此消息后 警方立即来到当时三名河南男子所住酒店 通过了解 这三人都在25岁左右 一米七左右的身高 身体强壮 每天都是早数晚归 最后走的时候 压了一个驾驶证和300元 骑走了酒店里的三辆自行车 到现在都没回来 警方通过交管系统 很快就找到了驾驶证的主人 据查 赵某在前几个月不小心丢失了自己的驾驶证 案发期间也是在公司上班 有同事和监控视频的佐证后 赵某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 刘串作案他一般他就是随机性的 他怎么就知道这家里没有男主人呢 而且这个家里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 他也不清楚啊 所以就是这个案子 还是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案发一年后 警方又一次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一个刘姓男子回到了姓平 案发前刘某一直在家 案发后就离开了家 刘某的年龄身高 体态与警方刻画的嫌疑人 也是高度相似 平时他也喜欢在案发现场周边打麻将 对现场也是很熟悉 同时也未被处理过 生活也是很拮据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个更大的疑点显现出来 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刘某向邻居借钱时 说那起案件正是自己做的 要邻居替他保密 并需要他给自己借一些钱出去夺夺 随即 警方将刘某带回了派出所 当听到警方是因为此事才抓的 刘某也是立马说出了实情 原来这一切都是自己在吹牛 只是想通过此事来吓唬邻居 这样才能更好地借到钱 整个过程 刘某神情放松 逻辑也是讲得通 为了能证明刘某是否清白 警方采集了他的指纹 通过对比 他不是嫌疑人 同时通过侦察员传回来的信息 刘某是一个生性懦弱的人 平时打架都不敢 而且捆绑受害人的那种手法也是不会 因而刘某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刘某的嫌疑被排除后 案件彻底陷入僵局 慢慢的 这起案件就要变成悬案了 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 星平市不知道换了多少刑侦领导 虽然每个人都在牵挂这件事 但最后也是带着一哈走 直到咸阳市来了一个新局长 一上任的他就对这起案件很牵挂 他要求星平市的办案人员 要不放弃的去查这起案件 如果需要什么技术手段找他就行 得到局长的大力支持后 星平市警方把当时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所有物证拿到了相关技术部门 2018年6月 法医在对现场一段生物检材进行检测时 他们很幸运地提取到了嫌疑人的DNA 通过上传到数据库 他们惊奇发现 这段DNA与之前警方调查后放走的 郭某DNA高度相似 要了这个铁证 警方终于把逍遥法外的郭某抓获归案 很快 郭某承认了自己伙同育有梁某 何某进入杨家进行抢劫 期间更是无情地将屋内三人杀害 通过郭某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在当地将梁某和何某抓捕归案 通过13年的不懈努力 警方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这一路的艰辛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深有体会 我们只能向他们道声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